在中国古代,每一次王朝的更迭,都会涌现出很多文臣武将,他们为新王朝的建立,都立下了不朽之功,也被称为开国功臣。 但在王朝建立后,这些位高群众的开国功臣,就成了皇帝的威胁,很可能会被以各种名义所干掉。 但皇帝为了表示自己是明军,不会拉杀大臣,尤其是那些开国功勋,会给他们吃丁心丸,最常见的手段,就是赐予开国功臣免死金牌,或称为免死铁拳。 大臣们就天真的认为,有了免死金牌后,自己多了一个护身符,甚至可以横着走。 历史的车额告诉我们,免死金牌由皇帝所赐,最终解释权也归皇帝本人所有,他随时可以更改免死金牌的有效期和使用场合。 一旦看,某位大臣不顺眼,哪怕他手中有一打年死金牌,那也是没任何用处,皇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除掉他。 唐朝的一位开国功臣,皇帝曾赐给他两块年死金牌,但令他没想到的是,他居然是第一个被杀的大唐开国功臣,此人就是刘文靖。 刘文靖,出身于关幻世家,在他父亲去世后,媳妇一兔三思,随末时期,与金阳公建培记相交甚好,两人经常一起饱酒言欢,畅谈天下大事。 刘文靖胸怀大臣,一直想干一般大事业,公元617年,天下大乱,各地先后爆发了多次起义。 当时的唐国功李渊,镇守太原郡,就在春春欲动,刘文靖看出了李渊的心思,就刻意结交李渊,两人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哥们。 果然,不久后,李渊就与太原起兵反随,设置了大将军符,刘文靖被任意为君司马,直接参与军事策划。 在之后的禁军路上,刘文靖还曾亲自领军出战,同关随军就是被他一手击溃的,为大唐的建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。 尽管在李渊心目中,刘文靖与裴基还有些差距。 但客观来说,刘文靖的文涛武略,并不出于裴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